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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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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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起来我没那么高 拉拉拉拉拉起来拉 Yuppie 咕咕列上民食途的小凯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有点不一般 我收到了我一个钓鱼老线人的线报 八九月份 正是鱿鱼和墨鱼最肥美的时候 今天咱们就来钓钓墨鱼和鱿鱼 现在我到了一个防洪堤 我今天就决定在这儿钓一下鱿鱼 这两天因为有一阵巨大的阵风 经过了布列塔尼 所以说天气非常的不好 有巨浪 你看这些都用栏杆来围起来了 不过现在是可以进去了 你看里面都已经有很多的人了 全是钓鱼老 我说 他们钓起来啥了 选择一个坑位 直接开钓 插身文具多 买了最高级的钓墨鱼和鱿鱼的耳 这个要一两百块钱一个 像钓鱿鱿鱼和墨鱼的这种钓子 就跟我们普通的鱼钓不一样 它是这种像花洒一样的钓子 技术不够 装备来凑 今天有大潮汐 直接下钓 钓墨鱼鱿鱿鱿不一样 它必须要让鱿沉到水底下 要有一个牵球要最底的 理论支持满分 中了 我好害怕脱 切了吗 切 脱了是吗 太高了 这个霸 好难受 今天的潮水太低了 然后距离离防空地方太高了 拉不起 不过侧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说明这下面肯定是有的 继续掉 说一下好像掉起来了 来 来 拉 拉 使劲 我去 脱了 脱了 这个老铁上鱼了 这个老铁 这是钓的啥干弯的 我的天 看看看看啥玩意儿 啥东西是鸟 钓了一只鸟 它钓了一只鸟 它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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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这一次我一定得拉起来的 中了 让我 让我 离我远点 让我 海星 你钓了一个海星 啊 啥玩意儿 我钓了个啥 海星 什么鬼东西 这是啥玩意儿 这是 我还钓鱿鱼 看钓那么大个海星 这玩意儿要是能吃就好了 说这个海星有几个脑 一个触角一个脑 你那么多脑还被我钓起来 真笨 还有刺这个海星 你看那么尖的这种刺 像这种海星对海洋生物都是有破坏 它吃鲍鱼啊 然后吃一些带壳的贝类啊 所以说我们直接给它丢在地上吧 就等它在这儿自生自灭 你说说我今天不会是要空军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如果我没猜错好像中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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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 又跑了 我觉得这里 这么高的堤坝怎么吊得上来啊 我感觉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 哇 那么大的船 这是什么 上面好多管道啊 像布莱斯坦呢 是法国很重要的一个军港啊 所以说这里经常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 这种船路过 为我钓到 吊到 那边有 那边有 这个地方不好走 咱去那边钓 我在那边钓到了 刚刚钓起来看 哇 那么大一个 哇 天 哇 还在动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起来 因为有可能这就是我今天 我一钓到的一个了 一会儿就骗不了你们的站了 哇 你看呢 那么大一个 这得有三四百克吧 这个墨鱼很蠢 你看它的那个眼睛 我觉得它眼睛特别可爱 哇 你怎么钓起来的 刚才都拖了几只 你这只怎么勾上的 你看 你看它勾的 我第一次钓它起来了 然后拖了 拖了 然后我第二次又把它钓起来了 这个东西很笨的 就是你拖勾了以后 你耳下去它还要咬 走走走 去那边去 那边有 哇 你看人钓起来的那个 那个马库 现在长潮了 这个鱼现在开始往岸边游了 能钓不少 这一钩钓沙 就这个位置 这个里面是港口 港口里面就有可能会有 你看那边全都是船 刚才我就在这儿钓的 兄弟们 有货的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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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上一室的 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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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 让我 钓起来了小鱼区 哇 还在喷墨 看 哇 这只可以 我的天 全喷的都是墨 所以说一句老话说得好 不是我钓不起来鱼 不是我经常空军 是那个地方就没有鱼 你知道吗 这有鱼随便乱钓好吗 放进去两个了 看我的手 全是墨水的 可以插在地上 等下雨就冲掉了 兄弟们继续下干 今天我要到获全盛 钓鱿鱿一定要让它掉底 就是让千球掉底 这样才可能中鱼 你们看我搂起来个什么 里面有个鱼 这是什么东西的蛋 不会是什么鲨鱼吧 丢下去 中了 来吧 勾得不是很紧的 刨掉了 继续继续 你们说说 今天我钓了多少只鱿鱼了 我感觉起码得有五六只了吧 哎我天 真的是这个耳不好 不怪我 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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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拿叉往来赶紧拿叉往来 赶紧拿叉往来 这只好大 赶紧拿叉往来 来 来 钓鱼放平一点 放 钓鱼放平 放平一点 漏漏 哇 哈哈 哈哈哈 没事 哈哈哈 啊 啊 啊 上了上了上了 啊 天哪 哇这只好大呀 这只好大我的天 兄弟们啊 不得了这一只你看 哇好大这只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哇天这只太大了 给我看看啊 来看看漂不漂亮啊 我那么大一个 看看它的那个 看看它的花纹 哦 白白花花的大东西 这只是巨大了 圆满了圆满了啊 你那边种了 去吧去吧小沫鱼 趁着帮我长潮啊 赶紧再甩解干 没准还能上 看看这海面上的浪啊 风浪越大鱼越贵啊 今天暴虫我要 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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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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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来 我没那么高 要一样 我来了 不不不拉拉拉拉拉拉起来拉 拉 再拉 哎哎又跑了 我这么跟你讲 这把如果我要赢不了的话 那除非队友挂机 除非队友挂机 旁边这两个老哥 哦 多汗 多汗 哦 一部 钓鱼 哎嘿嘿嘿 哇 你看它钓了 阿斯马克 多汗 哇 老哥是用这种手持线 就是只用线不用干的 太牛了 你放什么 我放两个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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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 里面有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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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行吗 对 OK OK 以后是马克 哦 马克 马克 哦 用马克 肉来钓马克 也是挺挺 我先这样 OK 不要再鲁鲁 哦 它的这个钩子好大啊 就用一根线 然后就直接钓 哇 哇 人的甩那么远 哇 像这种手持线钓法呢 你必须要非常的灵活 哇 拉线要非常的快 而且要知道那鱼什么时候咬钩 直接拉钩啊 什么技术活呢 哎呀 你看这些海鸥 一直在这边边上跑得找吃的 它有可能会叼我的 你还来呛过来 你跑没得那么管 天色渐完啊 我估计我今天的运气已经用完了 咱回去把那小墨鱼做了吧 一会儿久了就不新鲜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收获了 这个是真的大 那么大一个 哎呀 我好有成就感不说的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体验感 钓不钓的大无所谓 反正你们也爱看空军是不是 因为太多了 今天我先窄一条 我先把这条最大的窄了 直接从背上 给它划一刀 这个墨鱼骨 一扒了就出来了 像这种墨鱼骨啊也是一种药材啊 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拿来炖汤啊也不错 像这个呢就是墨鱼的干啊 有的人吃有的人不吃啊 今天我先不处理啊 好嘞 起火 锅里下黄油 黄油得多 再来点蒜 下鱿鱼片 煎至两面金黄好香 最适合拿来吃夜宵 最后再挤上一点柠檬汁 柠檬汁啊 特别能提海鲜的鲜味啊 那么大一片肉 我的天 好肥 现在这个季节的这个 这个 这个狗好肥 是不是这样要久了 怎么像橡皮筋一样 我尝一下这个裙边啊 是不是一样的韧呢 嗯 裙边明显脆口了 我估计这种鱼肉被我煎老了 哎 没有经验啊 以往都钓不到这个鱼的 再过一个月啊 像鱿鱼和墨鱼啊 大概就能长到一公斤左右一只啊 现在呢 顶多就是300到500克一只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啊 让我们去打更多的野 好了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予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 拜拜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予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 谢谢大家